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戴上后轻按鼻梁 带住口鼻 预防飞沫接触 二 脱口罩前 先洗手再脱 将口罩外呈往内折成四分之一 再丢进有盖垃圾桶 丢后再洗手 三 暂存口罩时 将口罩外呈往内折成四分之一 放在干净的纸袋 口罩请正确使用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三 暂存口罩前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越电风 九官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超越电风 你一定现在看到我右电视机的左边 看那八道石是什么意思 我待会讲完你就知道 这一波真是强 我先跟各位讲 我是这几天把手机的信号给你看 以后不见得每天要给你看了 因为我会被抗议 你先看一下 这昨天尾盘信唱店长停了嘛 今天早上连电嘛 又在唱歌嘛 你主要是这一条 你看清楚 其实你们盘中有收看我节目的 有来拿资料 你每个人都知道 有时候你们没有来拿资料 你当然不知道 我等一下拿给你看 你就说 哦 原来那天请我们来拿资料就是这一档 对对对 我不敢讲我每天都有掌听 是最近运气比较好 我只能这样讲 最近运气比较好 为什么运气比较好 因为真的很用功 好不好 而且我的技术分析就是 我知道我就是先讲 我也不用跟各位讲 如果假如什么的 你如果要去听那个 如果怎么样所以会上涨 但是怎么样会下跌 那你就不用看我 我就是这种个性 我说多头我拉回就是买 量价不会同时到顶 我都是直话直说 而且我跟各位讲 连电会比台积电强 你们就等着看嘛 对不对 你也不会买啦 我这个已经放在这里了啦 外资可能是看到我的节目去算啦 外资把连电上看32块钱 你们自己用数学去算算看嘛 我不能跟外资一样 外资可以哦 我先生外资可以 哎 外资他们就很伟大 外资真的很伟大 他要上看32 我不行 但是我很早以前 我就自己心里为八尺 我知道会到哪里 你们等着看会不会到嘛 那一天不是巨量长黑 这个这几年你看过太久了 我说那又怎么样 量价不会同时到底 我记得那天有多少分析师跟你讲 哎呀连电已经长多了哦 又要休息好久了 为什么格局不能大一点呢 你们为什么只会看日线 不会看这个叫做月K线呢 你看月K线它刚刚才冒出头而已啊 那你偏偏你要看日线那我也没办法 你看那天23.85 收22.25 留那么 黑K棒 五十几万张 我怎么解的 上礼拜我跟你讲 注意AD啊 对不对 我都直接跟你公开就叫连电了啦 你就不相信啦 我直接跟你公开电视演讲会 就是连电啦 你们看我节目也不是一天两天 我就是跟你公开就是连电 哎 那奇怪 有些股票 你从你做股票第一天你就认识它 可是呢 如果有分析师跟你讲这股票会涨 你偏偏就不想买为什么 因为说这个股票每个人都知道 对 每个人都知道 那你买了没有 是不是 做股票 你如果自己心里已经有那种 自我的成见在的时候你赚不到大钱 有些股票它正要涨的时候就算你很熟悉那又怎么样 比如说台积电过了220块的大警线的时候就知道一笔翻上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买台积电 结果 买到台积电大家都吓哈哈 那我看到连电过了大警线的时候 再送啊 有没有让各位失望 啊 你们以为哎呦 ADR开高走低 要要要要 我告诉你啦 坐长一点好不好 哇 我昨天是不是在节目中讲昨天外资大卖 也就是礼拜二大卖 谁买的连电也是全世界不是外资的 我告诉你今天他又再创新高 你要不要给我鼓掌一下 什么叫做股票 直接在电影上公开我也知道你不敢买啦 所以我就跟会员讲 虚报嘿嘿开心 你看看我的气势就好了嘛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多头 我也早跟各位讲 我学技术分析13031绝对不是高低 你问我为什么 我已经把答案告诉你 两架不会同时到顶 就是这样 所以可以好好的去发挥的时候 我们就好好来做吧 好不好 我说过有些技术分析叫细水长流 我当时为什么送你01 20年大敌 你看得懂就看得懂 你看不懂我也没办法 我也已经跟你公开了 那时候台积电还在364的时候 我说他过了222这个你会不会算1比1啊 那他也是 你就慢慢看嘛 好不好 今天又再创稿 股票没有人规定说涨停满才是好的 是涨不停的才是棒的 好不好 这个也是我直接送给各位的 那有些股票送了 我必须这样讲了 你遇到真正的利多出来的时候 我现在 以后会涨 但是当下先不要去追 因为我们是在 他还没有把利多发布前先送给你 我相信这VCR我也不用播了 因为昨天已经也播过了 你也看了好几天 对不对 那时候送给你的时候加百玉32块钱 我已经通知你要补涨 到364 到394 今天一早上开高 是不是看了我的节目受不了了 冲到4175 我又觉得很奇怪 对啊 冲那么高掉下来 你今天才跳进去 你说啊 老师怎么慢套老了 我这一天我就送给你 已经长那么多了 30%了 各位观众朋友 我送给你那一天 上礼拜四到今天已经长得三成了 还要我怎么样 观众朋友这才叫做股票嘛 你会问我说 你是不是事先就知道七月营收会成长48% 我笑额不答 因为我每次跟你讲说我有好的股票要送给你 我call信也给你看了 你如果还怀疑东怀疑西的那我也没办法 我说真的 有人说我酷酷的不是我要酷啊 我就那么努力帮你准备好资料 你拨一通电话进来 你再看一看 这应该是礼拜五 七月 七月三十号是礼拜五才对 我看一下日期 最近有点老花的在写的 七月三十号 是礼拜四 二十 二十九号是礼拜三 二十 写错了 啊对 二十九号是礼拜三 不好意思 二十九号是礼拜三 这个七月三十号的 我当时送给你 我说你明天你就会知道 是晚了几天啊 你们应该有印象嘛 我这种我这种图就没有办法改的 就摆在这里 那时候也说送你 我说大力叫做夯 对不对 好 这是哪一档呢 各位观众朋友们 现在可以揭开了他的名字叫做强帽 哈哈哈哈 他的名字叫做强帽 好吧 强帽强 强帽好啊 强帽好啊 今天锁得死死的 锁得死死的 我一档接一档 你看基本面在这里 还没除息前已经做过一趟了 那时候还没除息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会员讲 这个可以参加除息了 为什么那么强 你现在全市场都在讲什么 都在讲车用的电动车嘛 那你不用等今天才来想到电动车 你提早知道就好啦 他做什么 他做IGBT啊 基本面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啊 你了解基本面 你就晓得说 诶 我们送股票要送到恰如其分 对不对 送到刚刚好 观众朋友们你才会开心嘛 对不对 上礼拜是说你明天就会知道 晚了几天了 不过一发动的时候 你追都追不到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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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我资料好 你再给你看一次 这扣讯内容 这昨天信商店长听 然后后面是连电 再往下再往下 强帽嘛 对对对对 你们开心我也开心 大家都开心 大家都开心 加百亿30%了 强帽现在15.8% 都不错 你说我送的资料是不是 我有时候觉得 我还真的蛮厉害 对不对 还真的蛮厉害的 对不对 明明的跟你讲连电 送给你加百亿 又送给你强帽 又送给你零一 这我昨天给你看的嘛 真理 那么大的股票 有没有上来 真奇怪 我说了嘛 你看外资就买了 对不对 这昨天信商店长听 今天小跌两毛 还好 对不对 终点来了 然后我给你看这个 老师你要讲什么 我要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现在不是写到八到十嘛 历史的轨迹绝对可以复制 如果你知道第三季的业绩会好到破表 我请问各位 你要等第三季全部结束以后 他发布业绩那天去买股票 也就是十月买股票 还是你已经知道他第三季很好 你从八月买到十月中 好就 再见 我再跟你讲一次 七月已经过了 对不对 那你如果知道他第三季 每年的第三季就是 这几年第三季都是他的超级大旺季 那你是不是 现在七月过了嘛 七月过了刚好他又刚除夕完 然后他从八月一直涨涨涨涨涨涨到十月 七八九完了以后十月他会公布那个第三季有多好的时候 股价就见到高点了 所以我今天写八到十 那为什么要等除夕完 因为他网银都是这样子做的 那我今天要送给各位股票就是 今天是八月的刚开始嘛 对不对 八月的刚开始 我们先去卡位 因为我知道他第三季 因为我知道他第三季业绩好到 好到破表 那我也检查了一下我的趋势指标 我这样给你看 上一次这样涨涨了65% 八到十 大概十月中左右啦 那刚好黄金加差这样往上 那我再检查了一下 现在黄金加差也是往上 八月我觉得刚要开始 所以 观众朋友们 我为什么写八到十 你做股票不是等说第三季EPS出来的时候 你才进去买 而是应该 你用他历史的经验 知道他 除完息以后从八月会涨到十月中 你现在就进去买 等到十月中的时候 你当你知道第三季是很好的时候 其实已经要下车了 这样各位你清楚吧 我为什么要拿资料给你看 你看清楚 是不是八月到十月中 对啊 那现在是不是刚八月 刚除夕完 是啊 现在是八月 刚刚才八月 刚要开始 而且趋势指标是黄金加差 你们应该都知道我的趋势指标吧 我还特地写两个送 观众朋友这种股票你不拿 我已经把它算过 上次就刚刚好65% 65%够不够 你们要求不要太高 要跟旺夕一样 涨到90% 我尽量好不好 其实有时候做股票 你对一档股票 你股心你要了解它的循环周期 为什么它第三季会特别旺 一定有一定是 我跟你直接讲 它是游戏概念股 它扁生也跟苹果有关 它也是特斯拉概念股 它也是SBUS概念股 它也是PS5概念股 我问你整个暑假都是 它要全包办了 它也是TWS概念股 所以整个暑假 它业绩就会好到 所以它去年也是这样子走 我不能讲太清楚了 我讲太清楚 你们就一通电话来拿 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今天写8到10 我coaching也给你看 又写个大力 我写大力的股票就真的很用力 好不好 你要买就买这种股票 因为它的股性就是这样 因为整个暑假它就是够旺 为什么旺 暑假本来就是游戏机的旺季 它本身又是PS5 又是SBUS的概念 现在特斯拉又夯到不行 它又是特斯拉概念 它又是无线震燃压耳机 概念叫TWS 它又跟苹果在9月要推出星期有关 它又是苹概股 每年最旺的时候就是第三季 因为第三季很旺 所以你到10月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它第三季很旺 可是那个时候刚好见到高点 有没有 那现在8月才刚开始 我看看趋势指标又非常OK 送送我一定要送给你们 这一档股票每年从8月会涨到10月中 因为第三季的EPS最棒 真棒 其实法人现在已经在估了 应该以今年来讲不会比去年差 但是它一般我必须讲它上半年度一般都是普普的 但是第三季的时候就会好到破表 法人现在估我 我只能大概透露一下 它大概在40左右了 40上下我不能再讲太清楚了 40几块股票了 法人估它 这不是我估的 因为法人有精算过了 第三季会赚2块钱 各位观众朋友们 40出头的股票第三季会赚2块钱 你找不到啦 你还不来拿 我再跟你讲一次 你们对于一些这个基本面EPS应该都有一些观念了吧 我再讲一次 40几块股票 第三季会赚2块钱 这是法人千真万确估出来的 它去年 从8月涨到10月中涨了65% 我觉得今年大有可为 40几块股票第三季可以赚2块钱 你现在已经来到了接近一万三个还有这种股票 很难找耶 要不是为了你们 这真的很难找耶 非常难找耶 其实最近法人已经在布局了 我稍微看了一下筹码 法人已经在布局了 我再跟你讲一次 股票它都有一种循环法则叫做股性 我们常常知道说我们早知道多好 我现在就先把答案告诉你 它第三季真的非常好 可是你不要等到第三季过以后 他把EPS给你看的时候 股价已经涨了 像去年涨了65% 你再来追 我觉得这个不是你要做的 而且我也很诚实的告诉你 这是法人估的 法人机构评估的很准确 他认为这个40出头的这一档股票 第三季会赚2块钱 我这样讲你还不心动啊 你也不用去找了 因为暑假就是他的天下 我再讲一次 我已经严禁于此了 你看看他去年这个走法 就是8月到10月中涨了65% 现在8月才刚开始了 这一档股票每年从8月涨到10月中 第三季会最佳 你找不到啦 你一通电话打来 我完完整整的从8月一直带你做到10月中 好不好 因为第三季EPS最佳 我已经跟你 我已经跟你透露了 40几块的股票 第三季会赚2块钱 你一定要来拿 今天电话会很多 一定要拿到 拿到了大家就保密 你就自己做就好了 不要散出去 这一档股票每年从8月涨到10月中 因为第三季EPS最佳 你一定要拿到 你电话再怎么拿到 就把它拨通 来拿这一档股票就对了 进广告谢谢 大放送 我帮助你在故事中找到你的第一档肌 顶月头部 靠近专线052 抱113366 抱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资助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月头顾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相信 从顶月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月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 8511 3366 8511 3366 顶月头顾 3 3366 3 5 3 3 3 5 5 因为它的大收链三角形昨天突破 喜欢看我技术分析 我就稍微跟你讲一下 昨天的稻琼收链三角形突破 应该是要挑战前高 所以我对这行情我一点都不担心 而且我每天跟各位讲说 你一定要看这个 你看台币 有这种升值的方式 如果不是在尾盘的时候 央行稍微干预一下 一路升 这个我已经讲到 已经不想再讲了 今天又创低了 叫00632 叫T50反义 如果你周边有的就跟他讲 不要再融资 做错就做错了 不要再融资这样一路买 台股就是看这两个就够了 好不好 还有看我的联电 参考一下台积电 那你要拿股票要真正要涨的 你就应该了解它的循环周期 我都跟你讲了 我非常注重七本命 你想 现在才在40出头的股票 居然他第三季可以赚两块钱 你要怎么看待他 所以有本质 整个暑假就是他最夯 去年已经走过一次给你看 我就再给你看一次 对不对 这是周K线 去年八月涨到这涨到65% 所以我们再复制一次 现在八月是不是趋势指标刚上来 现在八月才刚开始 趋势指标才刚刚起来而已 那这一档股票每年从八月涨到十月中 也就七八九月 他这种 有时候公司就是会借由除息 就开始酝酿 酝酿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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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等到七八九月 他把月期一给你公布的时候 十月的时候建高的高点 我们也拍拍手说你哥都赚到了 股票是这样做的 我们要动脑筋去寻找他的脉络可循 我再讲一次 这档股票每年从八月会涨到十月中 因为第三季的EPS最佳 我给他一个字叫大力 叫做夯 你要掌握这个去年的65% 以及今年多少% 我们尽量努力 八月涨到十月中的波段股 就是这一档 务必电话要拨通 就把这档拿回家 好好的跟我从八月涨到十月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逐測 未经许可,不逐温 未经许可,不 Josh